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出过一期关于摇指问题汇总的视频 其中杨老师也提到关于初学者如何选择摇指 究竟是该学扎庄摇还是悬腕摇 视频中杨老师会相对更建议扎庄摇开始 因为扎庄摇的话会有小指作为支点 所以上手相对会比较容易 而悬腕摇的话由于没有支点 所以对手和胳膊的力度与稳定性要求都比较高 上手也就相对难了一点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这条建议 如果自身条件适合悬腕摇的话 也可以从悬腕摇开始 那么本期的内容呢 主要是以扎庄摇展开 首先是手型和发力的问题 手型的话我们是有一期公开课专门讲摇指的 我觉得最主要的两点呢 一个是食指和大指不能捏得太紧 还有一个是小指扎庄的进也不能给的太多 只有放松才能让我们后面的步骤学得更加轻松 另外是关于发力 摇指的发力呢 主要是利用小臂的扰骨和齿骨进行转动 只是转动幅度变小之后呢 会有一种只是手腕在动的感觉 所以的话在初期练习摇指惯性时呢 一定不要心急 只有当惯性彻底稳定下来之后 才能进行下一步练习 因为在发力或是稳定性不够的情况下呢 进行大跨度的进阶练习 就很容易导致手部稳定 从而影响摇指的音色或是耐力 当摇指练习了一段时间 节奏和发力都稳定时 接着就可以主观有意识地将手臂的力量 逐步往前送到指尖 当然总的发力还是要靠绕齿骨的转动 这么说可能会有点抽象 但如果掌握得好的话 音色和密度上都会有所提升 最后是节奏问题 我觉得摇指卡不上节拍器呢 主要还是因为在初期练习时 脑子里就没有一个节奏认知 最基本的节奏都不懂 就开始胡伦吞枣式的大跨度进阶练习 所以的话导致后面越跟节拍器又越糊涂 所以大家在初期跟节拍器时呢 一定要把每个节奏都先唱明白 之后呢再是边摇边唱 一旦有觉得哪个节奏卡不上 或是不太明白 就再往前推 一定不要忽视这些简单的节奏 因为这些都是以后的基础 好了 以上的内容呢 其实是摇指的一个大框架 其实里面还是可以补充很多内容的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补充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里边留言 或是添加我们的微信交流群 一起交流学习